目前海南正在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离岛免税已经成为了海南旅游的主打品牌 一季度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建树和人均购物金额均同比正增长 我们去海南实地感受一下 在海口日月广场的免税店 记者看到店内各品牌正在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活动 免税一般跟柜台差个30% 然后他们会在这个30%的基础上再做一些闪购的一些什么7折6折 所以就相当于折上折其实还是蛮划算的 这每次来必来免税店 每次来都能享受到比较低的折扣免税品 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今年一季度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47.2亿元 同比增长8.4% 具体来看海口离岛免税购物件数共2027万件增长14.2% 人均购物金额8372元增长10.2% 其中化妆品手饰手表的销售额位居前三 购物限额提高 商品品种增加 政策效应进一步实现 由原来的香化品一品独大 慢慢发展成了香化约赚50% 手表手饰香包等各占10% 这个结构是有进一步的优化的 数据显示 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已连续两年保持高速增长 其中2020年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同比实现翻番 2021年免税店销售额超600亿元 同比增长超八成 目前海南离岛免税经营主体共5家 离岛免税店已增至10家 各免税店品牌数量已超过1400个 阅 amount